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鱼人的AI技术学堂 GPT一直以来是非常受大众欢迎 而且离不开我们生活的一款AI大模型 很多新手朋友只是用了一个GPT-3.5 那在这里GPT-3.5,我们回到GPT-3.5 这个GPT-3.5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也只能应用于一些简单的一些文案创建 非常适合日常的一些任务 那么更多一些好用的一些 那么更好用的是一个GPT-4 也可以说是一个GPT-4会员 今天的小鱼人就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GPT-4里面有哪些好用的一些插件 那在这里我们就选择先点这个GPT-S 那可以看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插件 在这里有一个热门精选 还有一个写作,一个生产率 还有一个研究与分析 那你看这里就比如说这一个一个精选的一个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了 我们就可以跟它进行对话 比如说我们问一下 那我问它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在哪里 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吗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一个繁地港城国 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国家 只有0.44平方公里 那我们点这里我们可以获取一个位置 那在这下面可以看到它点击这里 平移到位置 当地图显示你的位置时 我们就点一个按钮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那在这里我们就能详细的看到一张地图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它就会显示我们所在的一个位置 简直不要太厉害了 那我们再换下一个插件看一下 那比如说一个化妆产品专家 我们点来试一下 那我简单的问一下皮肤容易长斑的 适合什么产品 那么你有任何关于一个化妆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你都可以问它 在这里呢 它都给了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建议 可以看到 那这里我就让它再帮我推荐几款 那它会根据你量身定制 给你推荐适合你的一个产品 非常的详细 包括一个清洁 一个保湿 一个防晒 是不是有了这个插件 我们都不用上美容院了 有什么问题自己就能解决 那这里还非常的贴心 你看当使用新产品的时候 建议先在手臂内侧 做皮肤测试 确保它不会一个过敏反应 那我们再来试下一个插件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提问 从PDF创建一系列的学术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插件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色彩分析师 帮助你找到最佳颜色 那这个呢 比较适合一些做服装方面的 或者说做其他方面的 一个色彩 它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分析 那这里还有一个流行趋势 这个就是一个画图的软件 那这来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点进来 图像生成器 这个是一款图像生成器 那在这里我们直接点这个按钮 我们给它一个提示词 帮我生成一张亚洲美女的图片 那这个就是一个亚洲美女 黄皮肤 黑头发 那再来一个 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AI的功能真的太强大了 那这个是一个韩国的美女 也非常的漂亮 这是生成了一个人物 我们再生成一个风景看看 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多新手朋友 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插件 它可以平时帮我们来生成一些插图 或者生成一些故事的一些 分镜图片都非常的好用 直接 那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风景图 那么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插件 是不是连逼金里 我们都直接要审阅掉了呢 在这里新手朋友是不是很想试一试呢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账号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订阅计划 那这里呢一个plus会员的话 它是20刀一个月 如果想要优惠一点呢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个便宜合作 可以看到这幅3D动画 非常的逼真 那如果在生活当中 你想做任何的图片呢 想画一个什么图 那都可以拿出手机 随时随地呢 让它帮我们做图 那做好的图片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下载就可以了 这是GPT做图的一个能力啊 这是它的插件做图的一个能力 直接就通过GPT就帮我们生成出来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写漫画小说的 所有的风景图呢 你就全部可以让它帮你生成出来 那么至于生成出来的图 能不能保持人物的一致性呢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插件 那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个人工智能研究助理 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之类的也可以找这个插件 这是一个开网啊 我们知道啊 那么这个开网呢 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插件 对置到我们的一个GPT里面呢 我们点进来尝试一下 那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击开始 那我们就点这个 很随意的让它生成一张海报 它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个要求来开始做图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封面图啊 我们都不用直接去打开一个cover了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就可以制作一些封面图 那可以看到这是它帮我们做出来的一个图片 放大看一下 这里呢还有一张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 那可以让它再重新做两张 那这些插件真的是太好用了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插件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 把你的一个想象力来变成图片 这也是一个生图的一个插件 那这可以看到放入任何文件呢 我可以帮助分析和可视化你的数据 你任何的文件可以放到里面啊 它可以 它是一个数据分析师这个插件 那让我们将你的图像 那这个呢我们试一下 我们随便上传的图片给它看一下 我们点击发送 那我们可以改变它的一个图像啊 你看如果你想为此图像添加修改和装饰 我们可以我们直接给它提出一个要求 时尚性感 我让它改的时尚性感一点 那这里呢 它就会给我们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建议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插件 那么这里是一个创业写作教练啊 这个是一个卓社书英雄 这下面呢其实还有更多啊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为我写信 编写量身定制的一些内容 学术助理专业版 图书创作者指南 人性化专业版 那这里呢有一个开网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财务向导 人工智能分析师啊 你可以一些财务建议呢 我们可以找这个 那这里呢还可以创建 用一句话创建一个网站 专业编码员 这里还有一个代码 这个是教育方面的 这里还有些生活方面的 有了这些插件呢 为我们提供来了很多便利 我们不用再也不用到处去搜索各种网站 各种软件 直接就在GPT里面呢 就可以操作完成 这个GPT呢 它还有一个实图能力 我们可以这里任意的发一张图片给它 点击这个链接 那我直接把这张图片发给它 让它帮我分析一下这张图 那之前说的啊 一个GPT 3.5呢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只有GPT 4 Plus才有这个功能 真的GPT实现了一个 能听能说能看 那可以看到 它给我们分析的全是一个英文 我叫它翻译成中文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一座摩天大楼 与繁盛的绿植相结合 形成了一座 似乎是垂直森林或花园的一个建筑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确实挺神奇的这一幅画 可以看到它把这幅画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这个时候呢 GPT派上用场 当你看了什么物品 或者看了什么 你不知道的 你可以直接发给它 没有GPT不知道的 好了 今天小游乐课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账号 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GPT的话 可以看我的上一期的这个教程啊 如何注册 2024年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用这些AI工具呢 来帮我们赚取一个被动收入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